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子 5月22日透过视像会议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强调香港绝不松懈,会继续采取三减三重一优先的防控政策 事实上,香港第五波疫情占肩缓和,市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但近日有抵港旅客在完成检疫后,在社区被发现大有变异病毒 酒店更疑似出现随职传播 全球爆疫隐忧不容忽视,各地应齐心抗疫,绝不能放软手脚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会上提到 新冠疫情除非在世界各地都已经结束,否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结束 要达至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 港府实在有必要再加强宣传和教育向市民表明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而负责疫苗接种事务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早前亦都强调,香港要走出疫情困局,三针少不了 香港很不容易令到市面逐步恢复,港府应该要加大力度谷针 趁疫情换磨,加快提升日老日有接种率,加强保护力 而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也极为关键 现时每日新增个案虽然徘徊在200多宗 在第五波以来确诊个案处于低水平 但本港各个部门防疫监察制度也绝不能松懈 应该监督各厨所内人士是否有按照规定遵守口罩令、 疫苗通行症及安心出行,以及食市、酒吧及酒馆之内 每台人数、厨所容量限制及营业时间 至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方面,下半年各地市民跨境往来愈见频繁 港府采取应对疫情策略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应密切监察隔离人士是否在家隔离,而非在社区之中不断逗留 在家隔离也必须每日到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至于检疫酒店的设施也要加紧检验 如抽气线、排水管等会否有新冠病毒残留的情况 只有政府扩大疫苗的覆却率 加强防疫监察制度、堵塞外防输入的漏毒 加上市民共同抗疫才能逐步走上通关之路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